小方在母亲节的时候,跟大家说过母亲节诞生于美国的五月份第二个星期天,后来向全世界传播的时候,传得乱七八糟的,在几月份过母亲节的都有,其实你知道吗,不只是母亲节,父亲节也是这么一个情况,现在国外的父亲节也是诞生于美国, 那是在1910年的时候,美国华盛顿的多德夫人,为了纪念去世的父亲,便向政府写信建议把每年的6月5日建立为父亲节,因为这一天正好是他父亲的生日,很快就收到了政府的回应,政府认为,把他父亲个人的生日定为父亲节,未免有点说不过去,但是真的很有必要成立父亲节, 于是便想了一个折中的方法,便将他提建议的这一天定为了父亲节,而这一天正好是6月的第三个星期天,于是父亲节就这么轻松的定下来了,之前小方在跟大家讲母亲节成立的时候, 说过那是从父亲节之前的1906年就开始申请,一直费了老大的劲,一直到了父亲节之后的1914年,才把母亲节披下来,这不难看出,美国对女性的权益也并不是多么重视,假民主的国家而已,整天口号喊得震天响,都是在上坟,烧报纸糊弄鬼呢, 同母亲节一样,父亲节向国外传的时候,很多国家也是哪天知道了父亲节的消息,就把父亲节定在哪天,比如巴西的父亲节是8月的第二个星期天,新西兰的是9月的第一个星期天,而泰国更厉害,人家只是借鉴一下这种形式, 父亲节的具体日期定在上一任国王的生日上,而你知道吗,中国也是有自己传统的父亲节的,可不是6月的第三个星期天,具体是哪天呢?我们下期告诉你,